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来给大家分享这一个实际风险的例子 还是那句话 我们到这里首先要看龙 我们看后面那个坐山 坐山秀气 金星接顶 金星学起顶 那么这个真的像一个半圆形的 太阳半圆形的太阳金星 太阳金星接接 这个非常粗气的 那么另外呢 这个鞋就点在这里 那么后面的来龙 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因为这边也看不到 当然了 它后面的来龙也比较远 过下七零 都有 所以呢 人家才在这里点了一个鞋 那么看过坐山以后 我们看左右龙骨沙 这个左边的 我们也可以以村庄的这些环物 作为龙鲨 龙鲨环抱 那么右边呢 白虎鲨 这么非常明显 这个白虎鲨 非常明显 那么另外呢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土 我们看见这个岸下面呢 这是土城 这个土呢 再这样说 土为气之母 有土是有气 气为水之母 有气是为水 有气是有水 所以呢 这个土呢 它是比较土厚的 土厚水深吧 这样的 有土的 它是比较急的 看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前面的这个岸山 前面的岸山 那么前面的岸山呢 这个是有两个 这个岸山 住在这个路上面 我们仔细看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是岸山 那么有几个岸山的 有两个岸山 特别特别有两个岸山 那么远处呢 应该朝岸山去 另外呢 在没有岸山这个路之前 那么这个水呢 它是水的山那边过的 山那边走的 它是环抱水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它这个象 是一个耿山甲象 耿山甲象呢 着水到右 然后过堂 着水到右 当然了 那是生方来水 那么到旺方过堂 它又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岸山方消的水 这个水法是非常符合山河风水里气的吧 这叫牧局的旺向借口消水 可以说 那么这一家风水呢 同样也出了贵人 出了贵人 但是呢 就是近几年的状况呢 非常不好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二 那么自从修了这个路以后 加快美方日下 为什么 我们看这个路呢 它是一个反攻的 现在过了 它是一个反攻的 那它没有收到那边的岸 反而直接收到了这个岸山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岸山 但是这个岸山是斜飞的 并且呢 这个岸山是反攻的 反攻不勤 另外呢 看过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路的这个桥洞 这个桥洞基本上是直冲过来的 然后偏一点 那么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说 只冲了左把 所以呢 家里呢 才会有这些 就是自从修了这个路以后呢 家后才出了一些不平安的事 那这一个实际风水案例呢 就给我们分享到这里 如果呢 有朋友喜欢老赵说风水 视频的 也欢迎到关注老赵说风水 如果呢 有朋友有什么不明白的 或者有什么要咨询的 也欢迎到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我呢 也会尽可能的回复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